走过许多的寺庙 唯独这一座寺庙呢 非常的有特色 为什么呢 因为它非常的奢华 整个佛像全部是拿黄金涂在外面的 总共用了48公斤的黄金 走进第一间院落呢 印象是什么呢 到处都是黄金色的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说这个寺庙呢 整个佛像全部是用金箔贴质而成 所以说呢 非常的奢华 第一间院落啊 我们还看到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两个望柱 这两个望柱上面呢 蹲着两只金黄色的小兽 可能许多人要问 逛这样的寺庙需要多少门票 答案就是终身免费 我们从宜门走过来的 可以看到啊 宜门前面有一个扇财通子 宜门上面各蹲着五只小兽 这小兽呢 也是金黄色的 如果都是贴金的话 那么这到底该需要多少钱呢 我们接着往前走啊 这些钱都是从哪来的呢 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 还有善心人士的捐赠 所以呢 这个寺庙一直是免门票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 是这里的斋饭也是免费的 佛教中很少见过的大象 也是普贤普特的坐骑 在佛教中是神兽 当然了 这尊大象呢 在这座寺庙呢 也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佛教中第一个大殿呢 总是天王殿 穿过天王殿 隐约可以看见后面的大佛 那是一尊巨大的阿弥陀佛 这里说一下啊 阿弥陀佛并非止如来 这个叫做什么呢 七宝莲池 这个水池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中间的一个石塔呢 有四条龙雕着啊 非常的奢华 同时呢 也彰显了这座寺庙身份的尊贵 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后走啊 后面有什么呢 还有贴金的莲花宝座 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啊 这座大寺庙里居然有这么多贴金的东西 当然了 我们重点要介绍的就是身后的大佛 光岩塔 这座塔是木制的三层结构 也是非常的奢华 塔顶上也是黄金色的 那这里面供奉的是什么呢 供奉的就是珍贵的石家牟尼的舍利 这一段很长的台阶 陡峭而又艰辛 总共有多少阶 我已经记不清了 反正是要爬上去的话 至少需要一个小时 在我的左手边呢 还有一个可以步行上去的梁亭 这个梁亭呢 总共有480阶台阶 代表了阿弥陀佛的48个心愿 这是台阶上的第一个平台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叫做金刚台 金刚台呢 是模仿阿弥陀佛坐下的金刚台 一比一复制的 当然了 坐下的48般的莲花呢 代表了阿弥陀佛的48个心愿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也是贴金的 而且是全部贴的金箔 爬上第二个台阶呢 我们以为距离阿弥陀佛已经很近了 但是其实还很远 这里还有一座接引桥 接引桥上两个菩萨 也是黄金色的 环视下四周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江西的庐山的山路 这个寺庙呢 就叫做东陵寺 距离大佛的脚下 还有很长的距离 其实看似很近 实则很远 这里有很多磕长头的信徒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步一扣手 而这座桥呢 叫做接引桥 我们要到达大佛底下 必须要通过这座接引桥 全长116米 当你走上这座接引桥的时候呢 以为接近了目的地 其实呢 前面还有很长很陡的一些台阶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代表了佛教信徒的前程 礼佛必须要坚心 才可以成心 好震撼呀 看看后面啊 看到没有 磕长头的信徒 都是一步一扣手 所以呢 非常的艰辛 从那么远爬上来 这里是什么呢 上面写的几个字啊 归来吧 孩子 很多人呢 看到这几个字都在发笑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让向恶的人 能够悔过自信 重新向善 最后呢 我们要说的就是这座 非常出名的大佛啊 这是世界最高的阿弥陀佛 它总高是81米 用48公斤黄金涂抹而成 总共耗资10亿元 上面的火炬宝点呢 高81米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了修行的不义 而佛像本身高是48米